脆皮猪五花很多人都做 但是很多人给猪肉焯水 很多人套个锡纸盒 很多人在猪皮上盖海盐 很多人在猪皮上刷白醋 我都不会这样做 我的版本无比简单 给猪肉一面划出十字 用前面的香料腌制一下 你也可以用你喜欢的这些都无所谓 这一步是关键 猪皮扎出小洞能产生脆皮 再用海盐和橄榄油给猪皮一侧涂抹一下 油是产生脆皮的关键 烤盘底部倒水是为了接住酱汁 中下层200度两个小时 我不怕烤不出脆皮 我只怕脆皮烤得太炸 搭配主菜 我们需要一份高品质的蛋黄酱一面 煮面时放入海盐 炒面时放入面汤 无需控制火后 只要搅拌就能形成美丽的蛋黄酱 最后再撒上小料包 高品质的一面搞定 烤盘底部的精华 倒入白葡萄酒煮出香味 过滤汤汁 收浓自然形成酱汁 脆皮猪五花 建议饧肉15到20分钟在前 这样的话肉的口感会更好 并且切下来边缘会更加规则 淋上酱汁准备开吃 这就是超级好吃的一面 这就是皮超级脆的脆皮猪五花